請各位 把心燒靜下來 借我 你的兩隻手掌聲鼓勵 歡迎何社長 各位晚安 各位 遷藝法會怎麼樣 遷藝法 動哪裏 動前身 這個有個笑話 我不說 遷藝法會動前身 一點都沒有錯 中醫治病 肝心疲分身 目骨頭吐精髓 講的是陰陽吐血 現在的醫學是怎麼治病 當然是哪裡有問題就哪裡做症狀處理 有差別的 過期能量醫學會的創辦人 叫宗傑宗教師 他做過這樣的提議 他說一鍋水燒熱了 燒熱的水就像是高血壓 高血糖 高膽固醇等等 如何降水溫呢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就是向裡面澆冰塊 加冷水 水溫會立即降 第二種方法 就是把火關掉 各位 水溫都降了 但是這樣的方法不同 後續也不同 前者呢 叫做西醫 後者呢 叫做自然醫學 這叫中醫 我覺得 中教授三言兩語 就把東方醫學 和西方醫學 做得很清楚的氣格 那今天我想 一開始放一段影片 大家都知道 那是個什麼活動 各位 有沒有人知道 那是什麼活動 來 後面的朋友們講講看 你對那樣的活動熟悉過嗎 參加過的人舉手叫 好 看頭你們 謝謝 感謝 謝謝 沒有參加過的朋友 可能你滿頭故事 片子裡面已經告訴你 現在的人 生活壓力 尤其是吃 並從哪裡路 並從口路 每以食為天 並從口路 我們今天吃太多 動太少 我們吃呢 有太多的污染 尤其今天台灣 台灣也列到黑名單裡面去 以前我們認為還不錯 我們現在內部 搞到什麼油了 收血有什麼油 而油對於我們目前的慢性病 吃錯了 其實是扮演很重要的負面矯正 今天各位心腦血管疾病的毛病 當然我今天這麼講 並不是把所有的BNA 都退到目前最熱門的話題 其實不是 最重要的各位 你要有一個好的皮膚 有一個好的肝膽 開個玩笑講 就算吃錯了一點東西 一定大概可以解決 不知道各位同學 來到這裡 我都從同學 好嗎 不管大家是誰 我們都是同學 同學學起來 學如何安身立命 臉疾病 這就是自然語 在這裡面我請教各位 我們人 你能保證你沒有吃到一點農藥嗎 沒辦法保證 你能保證你沒有吃到些食物添加物嗎 再說清楚 你難道沒有吃到一點地溝油嗎 你在外面吃你怎麼知道我們家廠家用的是什麼 所以或多多少我們都吃過一些可能不是很理想的食物 但是請問各位 是不是所有人都病病 你們有啊 平的是什麼 平的就是各位 你還有一個媽媽呼呼的感染 所有的毒物進到身體裡面 都通過感染一一分解到五毒 這個就是前面要提到的 剛才放這段影片的各位來看 心腦血緩疾病固然是目前的一個關鍵的疾病 但是這種疾病 它已是慢功除細活 各位有個醫生洗了一句話叫做 癢病千日 怎麼樣 後面一句話是什麼 癢病千日 發病才意識 各位很多人說猝死 有沒有聽過吧 猝死 尤其現在秋冬來了 很快這種事情會慢慢發生 很多人突然走了 怎麼走了 心本 心本不是那一刻發生的 是累積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血管的堵塞 只是癢病癢了若剛年之後突然堵塞 所以這種問題我想就今天的機會 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前面我們談到的味腸肝膽 大家都非常多的朋友都做了 做了以後我們的血管真的清澈了嗎 這六十年外的議題 那各位 剛才謝謝主持人介紹 我除了是自然學問的雜誌社的社展 以外 那麼在今年的二月份 我們比市長 曾世祥曾教授 那麼幫我找去 他告訴我說 在過去人類自救學會做了很多工作 因為這個人類自救學會是 曾世祥曾教授創辦 那麼在觀念上 他在文化上做了非常多的大量工作 尤其在中國大陸 但是有一件事 我們曾教授告訴我 這個是我不能做的 也不是我的內行 就是光念雖然通能 但是如果這個血肉之欺是百病長生 再好的光念裡面有發揮的一定 所以文化的復興 脫離不了健康的身體 所以曾老師就告訴我 這個理事長你要去擔任 做什麼呢 做健康出境的工作 所以給各位報告 那麼這下就多了一個身份 也多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呢 就要告訴各位 有人就問說 人類為什麼要自救呢 人類為什麼自救 自救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們看看 我把曾老師提的事頂 給大家分享一下 人類為什麼要自救 請看 人類不能沒有科技 科技的不但使用 可能讓人類慢慢走向滅亡 第二個 人類不能沒有教育 教育的時代 往往在無人之地 大家去想想是不是這樣子 人類不能沒有商業 人類不能沒有商業 大家都要賺錢 國家需要經濟發展 但是 偏利到統的商業 肯實了文化 我們一路的向前看 結果造成了什麼 還有更多的問題 這個人類不能沒有醫學 需要講的是現在的西方 對抗醫學 往往讓人為怎麼樣 帶病年齡 狗煙長處 我們慢慢地融落為什麼 是我講幾不禮貌的話 叫做東亞病毒 你看看今天四五十歲的人 就開始吃降牙藥 開始降血糖 降膽固醇 要吃多久呢 大家都很清楚 或者你問醫生說 你這個吃藥不是有副作用嗎 有位出家師父到我那邊去 不但是吃藥 醫生說你血糖高了 控制不住了 我換了好幾次藥了 那怎麼辦呢 只有給你注射胰島素了 二年他說 那注射胰島素不是有副作用嗎 那醫生說我不是你在注射嗎 裡面有兩個蠻蠻蠻子的大家來思考 各位我請問各位 如果你要做生意 當然是想賺到錢 這很正常 但是你想賺錢 結果你去請教一個 因為你沒做過生意 你去請教一個三人 說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個思義 讓我怎麼賺到錢 可是那個三人告訴你 很遺憾呢 我沒賺過錢呢 我都是滿面都在虧水呢 請問這樣的三人 你還是請教他 你會賺到錢嗎 同一個道理 一個長期在病 只能用藥物控制自己疾病的醫生 你還是請教他 怎麼樣的糖尿病會好 是不是跟前者是相同 所以大家有很多事情 我倒覺得我們要重新思考一下 這就是第四個 人類不能沒醫學 重點是我們人類要需要什麼樣的醫學 大家要思考思考 這個剛才大家都看過了 整個醫學看清楚 這個是全聯的科技人雜誌裡面的重要報道 台灣醫療大恐怕 那要告訴各位 醫療跟健康的問題處在哪裡 說了一般的整個醫療系統 都把重點放在疾病控制 而不是健康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不能關於醫療團隊 我們應該來講 追本書研答案在這邊 各位 哈佛醫學大學 不對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院長 我前幾陣子 我還擔心這個消息不是很準確 恰好我就碰到 一位花蓮慈禁醫院的一位醫學博士 從美國留學回來 那我跟他確認 我說你在哈佛醫學院練書的時候 底下巴維爾院長 是不是你們的院長 他都說是啊 我說他是不是講過這樣的話 來看 他說你們在醫學院所學到的 有一半過出時間 就會有人證明他是錯 我說這句話是真的嗎 哎呀他都說大家都知道的是 各位 所以我跟真的跟哈佛畢業的醫生 確認這個話是真的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來我解釋給你們說明 來各位看這個 胃炎及消化性潰癢的疾病 不只是一種難以根治的疾病 說明了什麼 在短期內可以通過什麼 抗生素或自酸劑 就可以把它治癒 而且胃潰癢十二指腸 就已經是一個完全可以康復的 一個不難解的問題 這一個研究是誰呢 請大家看澳洲科學家 這位科學家跟自己為醫師 這個馬歇爾跟華倫 這兩位學者通過多年的研究 終於突破了突破性的 證明了消化性潰癢 或是二指腸潰癢 是誰引起來的 是幽默羅學感應 這樣的一個研究 在2005年已經獲得 洛貝爾醫學家 要不要鼓掌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是開古道展還是武政展 請你要看一下 大家不要高興太長 八年以後還沒出十年 八年以後 大家注意看 幽默羅學感應 不是消化性潰癢的比例 有沒有看到 2013年 那是200 是不是就證明了 D.N.Bowell教授 哈佛醫學院的院長講的話 不出十年就有人證明他是錯 哪怕他得了洛貝爾醫學家 是不是很吊詭的事 所以你看已經有學者 整本生命科學哲學眼裡 已經你看長篇大問的 已經佐證了來看研究 有研究顯示 但是蛇子腸溃燃發病率很高 就算治愈以後 治愈以後 請你們要注意看 約40%在治愈以後 一個月內再復發 所謂治愈大家千萬要注意 是控制不交集 那麼有三個月的浮發力60% 半年內的浮發力80% 所以各位你千後對比一下 這就是我們剛才主持人 黃先生和大家分享 這些問題就對說在哪裡 所以我們生的病當然靠醫生 但是我們的醫生都從醫學院畢業出來 我們臺灣林城基林院長 他是三經總醫院 國防醫學院做過教育長 他現在也出來大升級 我們在醫學院所學到的 只是什麼疾病的控制 而不是健康 不得已的疾病控制 叫做不得已 但是他不是讓全民健康的方法 他是不得已的症狀控制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 來看一下心腦血管疾病的問題 心腦血管疾病的問題 心裡面看 這是在起年年不是起年期 或者應該是起年期 七年的中國大陸的國氣雜誌 五月份的國氣雜誌 表達什麼 五年內國家國營區業的高間主管們 因病而晚生者 平均年齡沒有超過五十一歲 最年輕的注意看 某個國營企業的總經理 十一心百三十三歲 所以我這裡就開門工 把他總經理一下整所有內容 叫做官是高的 權力是大的 責任是重的 運酬是多的 血是足的 你當然就是斷的 那各位還有一個重要的疾病 他們大多數都按照義足服藥 何以見的 有沒有看到這張封面 這可不是這小話 他們手下沒有拿的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看清楚 這就表達了就說 症狀控制不適 纏之久安之道 必為何物 我們就重新來講 檢視一下 剛才的影片一開始就告訴各位 百地有百音 百音什麼為小各位 讀 這個字怎麼讀啊 就真的是讀 那這個怎麼辦呢 所以各位 說了一半天 必須回歸到我們東方醫學 東方文化 中一字必四個字而已 一個叫做福正 一個叫做七喜 各位 福正就是住三面一本之語 七喜就是把多一的東西讀出八點 在《老子道德經》裡面 兩句話就講完了 誰有一得福福主 各位 今天得冷病 請大家要注意 我們今天是一個封一族式的社會 當你生冷病 就像我們主持人黃先生所講的 第一不是討醫院 第一是檢討理得生有 檢討理得什麼 吃 喝 撒 睡 還有一個 今天生冷病 不是要去吃什麼 先拜託大家先不吃什麼 或者少吃什麼 今天的社會是怎麼樣 各位 可能大家都學過一點中醫 聽了很多演講 中醫有四大教 叫經研四大教 有補皮派 有自音派 有卸下派 有公爵派 為什麼一個魚球會分成四大派 是跟時代分級有關係 在封一族式的時候 就是卸下派 因為大家真的就像我們現在吃太平 什麼東西要補皮派 要自音派 就是在兵發馬亂 大家營養不良 吃不飽 創不良的年代 所以時代的不同 它疾病會不同 所以氣入點會不同 所以中醫的支持 大家幾乎把所有不同時代的人的疾病 做了高度的歸納 所以學中醫的朋友 你一定要對這經研 使大家要有所研究 你就知道 應該先扶症 還是先取血 就是先該補 還是該泄 是先該排毒 還是要補正氣 這個是要動態應用的 所以各位 我們在這裡 大家都是老朋友 還有有不少都是我們的小站 站長 所以初開 我們在談亞森保健一位 對中醫的禪食 大家務必務必要有意思 那課外的進修也好 知識也好 你要去了解 否則今天的社會 你看 要嘛就是異味的排毒 要嘛就是異味的 都是有偏僱 再有一個 我一直在談 有的人說 要補不如食補 食補不如什麼 不如氣補 氣補 又不如水補 水補 又不如什麼 這些類比方式 都是不同的 要因來而易 中國醫學治病 三因治疑 請問各位 哪三因 哪三因 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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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同 因然 因時 因地 再加一個 因各種不曉得的狀況 要有所不同 面對 因人 因時 因地 而要有所自 要有所不同 面對 所以 我們都量過經邏裔一個 大家太多的文化的朋友 都有個經邏裔 經邏裔有什麼好處 好歹 量一量知道 你的體能值 是低還是高 低過二十五的人 我再說一遍 你就要很小說 過到二十的人 可能你要請他 令情高病 這種人 你就要先 本來瞭解了吧 你就不能讓他來吸 來排毒 這個是很不行的 超過二十五以上 慢慢來看算 那麼各位 大家都做過 輕微場景感的 有嗎 有朋友 請你告訴我 輕微場景感的 其實是五個字 五個字的融合 哪五個字 主持人 就是主持人 輕調補論話 或是異味的卸效 大家要注意 不過 從今天開始 我覺得已經秋末了 很快要注意 進入冬初了 這個時候是不太妥當 這個月過了以後 就拜託大家 漫有特殊狀話 冬長 這個時候 不管它是輕調五潤化 畢竟它還是一個卸效 這個時候要這樣 等到明年春以後 好好把我春跟效 就是排毒 清剛 靜檔的最佳時間 鋼檔的毛病 在春效的治療來調理是最好的 這個時候 冬長 是混合的是什麼 要關補的時候 那麼各位 跟隨這個冬天來了 最好的補品是什麼 考考大家咧 這什麼 單身貂皮烏拉草 各位 最便宜的大白菜叫大蘿蔔呢 白蘿蔔 但是要加薑 你拿來燉跟頭湯 如果有吃素的人 就另當兵論 其實你煮熟的蘿蔔 是很好的溫補品 有毒就必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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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水 這個以前都講過 有毒必然 毒住上裡 必 能量流物質流信息 物質就是你的吃 你的牌 你的排序 能量流 各位 我們要活就要動 靠運動 尤其冬天來了 一定要動 因為只有你內顏性的激動 我這裡稍微又給各位分享一下 現在很多人都偷奶 偷什麼奶 三文 然後呢 去拿你坐在那個管室裡面拍拍汗 大聲出汗 各位 內顏性的啟動你的能量 跟靠外面的熱量的能量 把你的汗引出來是兩碼式 是兩碼式 靠自己運動出汗 再說一遍 跟你在任何的什麼暖房暖式裡面出汗 是兩碼式 除非你行動不變 除非你真的有點殘疾 除非你連激到你更不良 還有一個 大量出汗要恰到好處 再說一遍 冬天不宜大量出汗 冬天不宜大量出汗 恰到好處 就算你要去排汗 排什麼 也提醒大家 一定要補充電解質 哪怕你喝一杯酥烤就好 或者各位可以喝小酥 都是好東西 再不會喝 如果你沒有糖尿病 沒有高血壓 你好歹要喝一杯鹽開水 放個疫苗公開的海裡 要注意這些事情 否則很多人也排一息 了解了嗎 排一排一看 整個手腳冰涼 聲音聲壓減速 不排還好 這種人也蠻多的 我們在過去我個人的經驗看太多了 問了一半天 原來是三不五時 一個禮拜就跑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跑三次三文龍 大量去排汗 都是好事 什麼事情恰到好處 來 各位 這個讀就不講了 好不好 這個以前都講很多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請問各位 健康六通 我們家裡一半天 哪一個最重要 觀念通 各位喔 沒有觀念會決定命運 觀念會決定你的健康 各位六通哪六通 第一觀念通 第二通是什麼 看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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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完了 好了 謝謝你們 今天的終點在這裡 氣血通 說了一半天要等大家拜託 所有的內炎性疾病 包括癌症 尤其是癌症應該說 不是一個單一因子 致病因子一定是中和性 只是哪一個因子比較多 哪一個因子比較少 凸顯出來的病理表現 是不同器官比較弱的那一部分 它會凸顯出病症 按照我們現在西班音學 它是按照病理的表現 按照器官的生理位置 就得它命名一個病 其實就是這樣 那重點的原因在哪裡 百病有百因 百因什麼 為什麼各位 有無為了 請大家一定要記住自己的話 那麼血液一樣 一點不例外 我們講到這裡呢 我本來是拍了段影片 恰好我們把那個觀點帶過來 我要給大家看到 我們高堂訪問之一 最重要的在高深的理論 各位 實踐是解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自計畫我好認定 在高深的理論 在醫學上講的是什麼 能不能臨床 能不能臨床 臨床表現怎麼樣 在高深的理論 能不能最後的實踐是怎麼樣 那我這邊是指一個例子 恰好我拍的影片 那也帶過來 那我給你們解釋一下 這一位老兄說我前天 不對 我大前天才從新加坡回來 我特別拜訪他 這個是一個什麼 印尼名當南洋資源 這面一個企業 這面一個企業的執行長 就是這位老兄 你們看得到他 2013年的時候是這個體型 有沒有看到 現階段是 7月23號拍的照片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得到他手口 我才來竖給大家看 這個時候 到這個時候他撿了12公斤的體型 他怎麼寫的呢 請大家看 他有什麼問題 他的問題是 30歲時候呢 這個膝蓋不受傷 因為為什麼 他是拋兵 然後有時候運動也很喜歡運動 然後40歲的時候就開始傷高了 開始有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而且就開始吃藥了 吃什麼藥 降血糖藥 降血脂藥 50歲時候呢 心本 有沒有看到 心血管有一條堵住呢 95% 所以做了什麼心導管的手術 這個呢就是他 我那個影片帶過來不好意思 本來要讓他講講給大家聽 那麼他通過什麼 第一通過呢 來注意他 開始服用忠藥 一年多前 吃一些忠藥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開始減重 控制臨時 運動 然後做了四次的清味茶精肝膽 看到這裡 蕭樹的排毒 蕭樹的排毒其實就是我們的 清味茶精肝膽 然後呢 做了這個什麼 臨時控制 你是怎麼控制 用他的話說 本來他跟他太太兩個人吃飯 就他一碗麵 我一碗麵 結果呢以後呢就 同樣是一碗麵 但是是兩個人吃一碗麵 他把飲食截掉一半 要告訴各位 所以剛才講 他生人必先少吃什麼 或者不吃什麼 少吃就是一個療法 請大家注意 可以嗎 可以嗎 確定嗎 你等一下能播嗎 播不出來吧 沒有連起來了 沒有連結了 沒有超連結了 我沒有靠過來 本來你要聽聽他自己講比較好 好嗎 好了 就用了這個 要告訴各位 心腦血管疾病的繁殖 不受考慮的方法 不受考慮的方法 那麼這裏呢 等於後我要跟你們總共有介紹的 什麼叫做出生脈 在這個狀態呢 他的目的就是什麼 他的目標 當年呢 他在這一年當中呢 他打算說 每一天能夠減上個 100公克左右的體重 一個月呢 不解冬 解三公斤 所以情緒鑑定 不要冒進 有很多人全部吃素 或者斷食 各有的千秋 這個就是他的經驗 給大家分析 然後呢 配合什麼 他講的解分 就是用這種方法 控制飲食 多動 多喝水 然後呢 加上輕微腸進甘膽 然後呢 運動按時做體檢 通知飲食 這樣的話 他在這個一年下 都會八個月後 他所有的藥物不再吃 哪些藥物吃呢 高酒壓的藥物 降血子的藥物 降血糖的藥物 都慢慢翻掉 翻掉要說清楚 是重點 就是剛才講 冰塊慢慢掃加 火也慢慢關掉 那到今天為止 它全部數字是正常的 八個月的時間 所以呢 第二個呢 我們就要來談一談 我們的六通 再說一遍 最重要的是關鍵通 我今天給大家分享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們不是去琵琶馬的漁學 我們要了解 不同的漁學 它不同的作用 它究竟是作用在什麼層次 這個大家要很清楚 什麼時候該加冰塊 什麼時候該關火 或者加冰塊 或者關火 你是不是可以同步 加多少 關多少 是因來而以 不是全可以 那各位便秘是萬病之言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惡便通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請大家注意 禪道中的這些 沒有消化掉的這些 尤其是動腹性的蛋白質 還有包括各位 我們吃的不良的一些油脂 都會停留在肝臟裡面 不是停留在肝臟裡面 肝臟分解不良的時候 都會停在膽管 或者我們腸道裡 尤其沒有消化的蛋白質 到了我們的大腸裡的時候 會在大腸裡面腐敗 為什麼腐敗 會在大腸裡面腐敗菌 會讓它分解以後 產生分殘多的 像這個流化氫是最毒的 都是通過大腸的有害菌 有腐敗菌分解裡面 有消化掉的那些蛋白質 所以年紀也大的人 請你肉藥也吃的也少 因為你對肉類的分解 我們也是遞減的 各位一旦血液混軸 請你們看這個圖 自然醫學認為 高血壓的慢性病的原因 當然是很多 但是關鍵的原因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通血路的作用 血液一旦混軸 你吃了飲食不但 血液一旦混軸 請大家要看這一個圖 動脈硬化心肌炎 腦炎 背血症 關心病 心肌梗刺 高血壓 腦瘀血 你看 靜脈酸生 包括中風 糖尿病 腎臟病 痛風 是不是痛痛的發生 這個是這段 請大家注意看 我們一種疾病 就有一種要去面對它 所以我們的醫學分科分得很細 其實說穿的 它就是一個關鍵原因 血液混軸 那麼包括你看 免疫性的疾病 感染性的疾病 是不是都跟血液混軸的關係 血液一旦混軸 免疫力下降 自我調控能力下降 當然外敵就無疑情 各位 外因必須通過內因出錯 內因是什麼 你內在調整 內在調整 我們已經講過了 經絡通 膽管通 我是給大家複習 這個大家都看過了 肝膽管如果獨裁這個樣子 你會健康才奇怪 你吃什麼糧藥大家要注意 排毒靠你的肝臟 排毒靠你的肝臟 把有毒物質分解到物毒靠你的肝臟 還有一個對不起 你吃下去的任何糧藥 任何的有用的中藥也好西藥也好 補品也罷 通通在這個裏面 重新排列組合 在它裏面分解 如果你肝臟堵成這個樣子 你吃什麼補品作用不大 你吃什麼糧藥效果不髒 這就是改變 所以再強調一遍 心腦血管疾病 在輕微腸性當中 也是扣在一起 在我過去的經驗當中 包括我的家人 我的大哥76歲 我的三姊超過80歲 他們也都從這種傷胞的狀態 慢慢的解決 照理來講 常年吃這種要有這個年紀的人 要改變什麼困難 要康復了 穩定可以了 控制可以 但是你說它還可以慢慢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什麼心腦血管的一種 力轉 我不是講控制 這是很困難的事 隨便你去問哪個醫生 但是我們今天既然做到 我先不談別人 談談我的家人 所以我很樂意跟你們分享 各位什麼東西是假的 說白癒健康是真的 一個家人 我們家兄弟死亡很多 還好大家都還活 那先不求救到別人 救到家人 我就對你取得 對吧 我想我們做事就是這個樣子 讓他們靠長期控制 疾病的狀態 慢慢慢慢就這樣 我覺得我對得起他們 我們從小都是會 都對姐姐拉拔長大 那今天終於有點機會 可以回回他們一下 那今天也滿安慰的 我覺得他們覺得這個小弟 家人還沒有 過期沒有白坦塌 把他長大了還有點用 好歹他們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我是很愉快 那可以這樣 那當然我們婆婆大臣 我們幫助更多的人 把這裡給告訴別人 我覺得這個世界有意義的事 這裡叫為什麼要跟你們還要看肝膽的問題 他是談心腦血管疾病 再說一遍 前一法怎麼樣 疾病不是單因子 任何疾病都是一番扣一番 好的東西骨牌效應 壞的東西呢 一樣骨牌效應 這個大家複習一下吧 這個都看過了 斷食斷食 要給你們看看斷食 少吃斷食不吃都是療法 不過拜託大家 冬天來了不可斷食 要斷食不是冬天要做 冬天不禮斷食 冬天不禮斷食 到明年依然是春夏秋還冒冒 這個大家看一下 好來我用我做例子 清過肝膽之後 究竟身體發生什麼變化 看這裡 我在2005年11月24號 我做過血像計程 各位這個算下來幾年前 九年前吧 應該算九年前對吧 九年前我的狀況算不錯 但是有兩個數字是不正常的 第一個我血色數不夠 因為我得過胃肺癌 我得過大腸腸 所以我的血色數略差 你看差到哪裡呢 13也不會差太多 但是畢竟還是差 不在標準範圍內 還有一個我的血量度 高能那麼一點點 36.1 一個男性按照西醫的要求 在36 所以血的量度高了一點 血色數差了一點 其實能夠這樣子 然後自己媽媽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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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對一般人來講 能這樣已經不錯 但是各位 這是多少年前 是九年前 好 兩個會看 那麼我在什麼時候呢 我在2012年的時候 大家也很清楚 我曾經在香港送去植診做什麼 十二指参会要穿跑 好了各位就说我们会犯错误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这个经济检测是有点标准的 但是我一看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里面什么感觉哪里不对 只是觉得胃里面也不舒服 那时候各位我刚从马来乡回来 我又跑到乡 那个叫什么呢 澳美去参加第六件的自然学大会 所以我东北西跑这个吃的也不是很正常 那我觉得既然这样子最好的方法 我认为我就干最断食 各位自己断食是断除 我就要告诉各位断食要在什么程度下断 断食要在你轻松自然会有工作压力的时候 制裁是好的方法 各位我是在忙碌当中断食是错的 所以不要告诉大家 所以我说成功的经验有时代的经验也还蛮多的 这个大家不要找我这个错误的路 那么如果你在忙碌当中断食 忙来忙去各位 有一个问题 大家等于学者能够知道 肾上线是分泌的 剩下线分泌就会刺激大量的胃刷分泌 那胃刷性分泌 我常到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腐蚀我的产臂设置来传统 所以讲一半天活该 自讨苦吃自作自盛 好那么我要告诉各位了 当然紧急状态的过去 我通过一年 大家要看2012年9月21号的状况 对吧 我在23号的送急诊 但是通过我一年的调理以后 你们看2013年我恰好算好时间 22号我来对比一下我怎么样 各位是不是要恢复过来 所以人可以犯错 也可以改过相三 人可以生病 也可以彼准 就这个概念我主要是告诉各位这样的 生命是动态 生命是动态 不要以为我今天生了病 我们也希望 我要告诉大家是这样 也不要认为说 我今天都很正常 健康度很好 我就随随便便 所以最后一句话 魔鹰赛小何不为 魔鹰什么而为之的 好吧 跟着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我就在 在七年 我就去冲了个血 在厌厌看 看我怎么样呢 各位 看好 我血色数 十六 然后呢 我的血的浓度 三十五 回复到正常 那比对一下 通通回到正常 范围来 各位 这就告诉各位 人可以犯错 也可以改过相三 人可以生病 也可以康复 人可以高血药 也可以把高血药治好 没有道理说 我犯错一辈子要犯下去 没有道理说 我高血药要一辈子控制 没有这个道理 来 这里就讲血液 今天的重头戏在这边 蓄血通 你看健康六通 我们过去观念通 第二通是什么通 第二通什么通 第三通 经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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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了 推拉了 指牙了 脚底按摩 都经络通 这个都不难 要活就要动 都是经络通 经络通跟汗泻通 有点相关 我们前一阵子 推动了三五年的什么 哪一个通 这个大家都很累含了 现在不累含的 要告诉各位 去血通 今天的重头戏在去血通 各位 我们的血管就是这样子 微循环 我们通过动脉 经脉 在我们的每一个魔哨 都是经脉 动脉 在互相交换 你看我们的圣小球 我们的奔跑 其实都是密密码码 完转的 微循环的最重要的终端 就是经脉跟动脉交汇之处 自个不能不通 自个一不通 分气走 气床 如果圣小球 发生这样的堵塞 你就 肾脏 衰竭 胜功能下降 所以讲了一半天 都是中医甲气血 是含了全身的血液的形容 那这里是动脉 主要在谈动脉 我们来看看 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一个油机体 以六十公斤重的人 按照我们东方人 六十公斤体重的人 往往请你们看 血管有多长各位 这是个什么数字 多少 十万公里 请问各位 十万公里是什么概念 台湾 绕台湾一圈几公里 一千公里 那一千公里 十万公里要绕几圈 你的血管要绕台湾好几圈 各位是绕地球两千半 如果是西班人 那种八十公斤 九十公斤的 将近有十五万公里 就说以我们东方人 六十公斤体重来算 就有十万公里 但是告诉各位 其实大部分是维血管 而且医学上也做过观察 其实我们一个正常人 不是所有血管都通的人 维血管只要有20%还通顺 基本上可以维持正常的生命现象 也就是说 我们有太多的道路 是不通的了解了吧 如果说每一条血管都走 都不通的 到中国大陆 我喜欢跟他们分享这么个概念 中国大陆 这一阵子改革开放都富裕起来 但是当改革开放之初 有一支 有一支 大家快智人口的口头床 要自负先怎么样 要自负先怎么样 一门兄还记得吗 要自负 通 要修路 要自负先修路 对了 千真万顺 各位 要健康通什么路 通什么路 对了嘛 你看马上就连在一起 马上他们就支出了 我说背三遍 背三遍好了 那怎么通 重点是 路怎么修 大陆现在修路已留的 对不对 尤其高 好了怎么通 现在我就告诉我怎么通 看一下 血管的内径 血管的内径 我们常有那么常 如果你把血管 破开把它摊开来 各位 我到大陆去请教他们 你们家有几平米啊 大陆都有假平吗 我们是假平 是400平 对不对 一平方米是0.3025平 就说我们的一平 一平等于价格是三平方米 各位你们猜猜看 我们的血管 汤还有多少瓶 来 有没有人要猜 猜对呢 送你一个价瓶 猜猜看 谁猜对 猜对者有重赏 血管边 汤开来有多少 谁不要猜吗 汤就有十万公里 那汤开来有多大面积 猜就到了 猜猜看 猜猜看 猜不到 还想让产品 还是要装在我口袋里 家品给我送各位了 各位啊 看这里 五千平方米 十万公里 缠的血管 汤开来的水 是五千平方米 这个数字 请大家务必记住 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最好的医生是谁 那请问各位最好的药厂在哪里 最好的药厂刚才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OK大家都懂 但是最好的药厂在哪里 最好的药厂在哪里 五千平方米的血管内壁细胞 血管今天通也不通 跟它的内壁细胞的功能有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血管内壁细胞是川面积境的 你要血管独身是有困难的 但是有限这条件 请大家注意看哦 血管血量就不说了 要请你们记住这个东西 血液每四个月 会太旧患性一次 新陈代谢一次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疾病怎么发生的 等会我来补充 我等会会补充告诉各位 为什么最好的药厂不是辉瑞药厂 也不是同仁他 当然你说是你家的厨房 也对了 但是为什么对 等会你要听清楚 那我们最重要的要检查我们的血管 通也不通 请问各位 所以我们昨天都教大家从中医的角度 自然医学的角度 看哪里各位 看哪里 说大声一点 舌头捡起来看看就知道 但是各位 中医还伟大 西医还强大 因为伟大的诊断 还是不被世界人认同 不被世界医学界认同 因为拿不出个标准 因为拿不出个数据 所以你舌头捡起来 看一看 可以诊断他的血管 通也不通 所以有些时候 还是要移植一下 失忆的数据 舌头捡起来 只要看着舌头 两头静脉血管 清清彻彻细细细的 大爷这新老板 应该也承不上太多关系 如果舌头捡起来 下面的两头血管 粗粗 黑黑 然后分场 有的下面一团一团大结 各位 凡属于这样的血管 你要提醒他 老中风 指日可待 或者心感 也是迟早的死 这个不是恐怕语言 这就是有可能叫气质而血依 有可能是 就是刚才讲 你全身的血液 都在一个着血状态 血很混浊的状态 就是这个样子 来 各位 当然我们现在 记住一下 强大的吸衣的检测 是有意义的 靠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 颈动脉的财操 各位颈动脉的财操 注意看 这就是在操作 从自里面有侵害性 我们检查不要有伤害性 从自里用超声波 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各位 看到你自里的血管 有没有这样的堵塞 我们的心脏 从左心室 主动脉把血管打出来以后 有两条血管 分别三道 左脑右脑 来到我们的锁骨上面这里 它会分成两条三道 供应我们大脑的血管 在这种状态下 各位要注意 凡是在这个分叉的地方 就是容易沉淀一些什么 氧化的子弹 当然就跟我们吃有关系了 跟你的肝胆功能有关系了 跟脾胃淡淡就有关系了 也是乱吃乱喝大吃大喝的人 这种机会就很高 所以你做这一个检测 你能够从自里一看 各位有记成语的大家记得吗 就叫做见为之什么 见为之主 你从自里你可以看到 不是自里有问题 到自里都有问题了 你全身的血管其实是相对的问题 那同个道理呢 舌头剪指的一看 其实是看全身的血管 也不是看 只是自里的血管 自里的血管很清算 很漂亮 很清澈 血管也不是很粗 你全身血管都是看 所以你看两个方法了 我现在教了大家两个 第一个用西医的方式检测 你也可以见为之主 用中医的方式 你舌头剪剪看看 也可以见为之主 如果你不关心 你两个都做不是很好吗 这不叫做中西医结合 好吧 这叫做中西医复读 不相参考 都是对的 各位 找到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解决问题吧 找到问题是第一步 解决问题是最关键的一步 X关照是一个概念 一旦堵塞了 这就做了中风 这个血管也堵塞 自里的细胞就会死 各位 我们在前面讲过 人可以断食 可以断水 唯一不能断水 断食既统计 好歹可以撑个五十天 还死不了 断水好歹在夏天的转 还可以撑个七天左右 当然因人而异 要不要做实验呢 我们试试看没断几分钟 三分钟就修课 四分钟就差不多 五分钟死定了 六分钟以上活不过来了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各位 这是很要命的说起 为什么会猝死 就是像这个 又堵住 尤其堵住心脏 是很麻烦的事 这个就跳过去 这个大家都懂 来我们看 这里要提醒大家 就是秋冬来了 为什么今天的讲座 特别在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是小丑 各位 买一个人代表呢 什么 一群 代表呢 一个家族 我们最起码今天来听完演讲的人 这些事情不能发生在各位的家庭 否则你今天还听 听了以后你要去实施 对不对 我们救不了全天下的人 我们救得了自己 我们救得了我们所做的 就够了各位 各位 一旦这种发生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叫做四高一多 哪四高 发病力高 死亡力高 自肠力高 复乏力高 哪个多呢 丙伐症 我请大家 马虎不得 其实在某个产业上 有很多问题 在美国 这一步是第一死亡演员 在美国目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数 大大的已经炒过了 这次的慢性病马上还死不了 这种事一发生就走 十之八九就走 心血管是一样的意思 请你们看一下心血管 这里是堵住脑血管 这里是堵住心血管 其实说穿的就是血管问题 我们 有冠状动脉 从主动脉出来以后分两条 一边是左边 左边出来再分成两条 所以一般医学上告诉你说 有三条 其实说穿的是两条 只是左边的左心血这边是分成两条 刚才的那个林先生是抖住了一条 当堵住一条心就闷 如果堵住百分之五十 你是会去床 然后一爬楼梯就去床 然后呢 如果说手发麻 大家注意哦 你的手之间发麻 脚发麻 尤其是这只手 左手发麻 你也要分成小时 你要分成小时 还有胸闷气喘 这些都是一些新改老改的迹象 尤其是新改的迹象 新改的自病力 这个自死力 往往还高过于老整风 我们今天不是有很好的医疗设备吗 我们有很好的健保 控制状况 我们可以送到医院去急救 是没有错 但是各位 深得解析问题 请你们看这句话 药物虽然能够有效控制高 但是怎么样 来 请大家读读这句话 好吧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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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海参学 也有平静 这句话是全真样子 为什么呢 今天来到这里 要非常谢谢 这里的主人 叶邓俊 叶教授 大家谢谢 谢谢叶教授 谢谢叶教授 今天来到这里 要自己来为大家 而且自章图片 是叶教授 上午才提供 各位 那我把它编排一下 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长期认为说 现在我只要有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慢性病的卡 我有记录 我就可以到时候 任何药剂去拿药来吃 就把这 把他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就控制得好好的 如果你满足于这个 我也没有话讲 但是你一定要想得 药物虽然控制不高 但是不但没有解决血液品质 更重要的事情 你看这个 这位美国医生 老神经科的医生 是吧 这个叶教授 那么大家要看 他当然虽然晚生 但是他学了这本书 重点在哪里 请你们看 这本老过敏的书里面提到 除了头部串三只棍 各种药物 请你们看 不只是治疗各种疾病 这个老疾病的药 连降高血压的药 降血糖的药 安眠药肠胃药 都没有例外 请你们看清楚 长期复用会大幅提高什么 大家最怕的是什么 各位 你们如果不相信这些话 按照凌晨期院长 告诉我们 台湾有超过二十万的 躺在船上 需要长期照顾的半屏幕人 这是第一 台湾有太多 你今天到各大公园去逛一逛 早晚都有很多外劳推的一些 看起来比个年纪大 看起来年纪也没有太大 我记得我太太的一个老长官 每年都记一个贺联考给我 其中有一张贺联考让我印象深刻 她说我每天都到公年去散步 看到一些比我还年少的 比我还年少的坐在轮椅的 什么人 病人 只能坐在轮椅上 他们其实都是 我们不是说人家风凉话 我们就告诉各位 如果这些东西你不了解 可能下一个就是你年纪并不很大 但是你已经被各位老了 从来这里去散步 去散太阳去 各位这就是心本老感受成的 高智常力的结果 而这种人越来越多 各位有些数字你们看看 你们会会吓一跳 我到中国大陆去演讲 他们说你从哪里来啊 你下一站还去哪里啊 我说我下一站就去马来西亚 结果就说你还敢去马来西亚 我说什么事情啊 他说你不知道两架风机不见了吗 后来我说两架风机不见了 才不见到六百个人而已 他说这个数字还可恶 还恐怖呢 我说你要不要知道 你们每一天有多少人不见了 先你们看看 等一下 来看这个 这张是半个我们中国同胞买 大陆同胞买看 这个叫做一个指头指向别人 有三个指头指向自己 只是不同方式不见调而已 来大家要看2.7亿是个什么概念 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潜在问题哦 这个是去统计哦 高血量的人超过一亿多呢 还有呢 买一点哦 让买一点 当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呢 各位这个数字是多少 然后呢 来看平均每一天多少呢 买一个小时多少呢 买一个小时亦叫波音七十七十四 都恐怖的数据哦 但它说起来十三亿人 人多了 各位这种以此类提 大陆之各问题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海岸症死亡里要告诉各位 没有那么高的 没有那么高的 我们说我们现在不是医学也来也发达了吗 医学也来也进步了吗 我们如果靠现在的就是刚才讲 真老实说的 人类不能没有医学 但是现在的这种对看似的医学 让人们暴病延连苟延长长 他并没有救到 只是可能把我们的死亡 从后面延期一下儿子 那最后会怎么样呢 请你们看这些人你们认识吗 这位是谁 这位是谁 列里十一革命的领袖 这个是他的结伴人 二十大藏的斯大林 跟斯大林起古相当的是谁 罗斯福总统 你们看他受受的是谁 越南越南 最近跟我们弄得不太愉快的越南 越南的疾病 说了一半的事情 现代医学保护出他们的医学 离火算什么问题 离火的医疗照顾 他比得上他没忙 道理就在哪边 道理就在意说 今天靠对看似的医学 不解减对的问题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 有些人说 我看健保不要全 我说健保是不要全 但是小薛会慢性要命的 那这位是要全好的还是要命好的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来看这一张 这就是最有效的急救方法 我不是要批判或批评这样的方法 不对 在不得已的急者自欺飙的时候 他可以把你血管撑开来 让你好歹地活下去 有它的价值 但是你就靠这样子吗 请问前身的血管有多长 说十万公里 撑住的是一两寸 减轻了十万公里的血管没有 有没有 还有很奇怪的 我师妹有去过的 因为我们得过这种病 你到医院去医生告诉你 你要搭支架了 我说好吧 把这已经是个样子了 那后来医生又跟你讲说 这样子了 这个健保是可以支付的 不过只能用两年了 支费可以用十年了 各位你要用支费还是要健保 大家心里有法治 我们不是说分量化 这是活生生改在大家面前的事情 那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你的血管 根本不要找到这一个地步 这才是重点 你跑到了这个时候 真的就有点难呢 来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福岗 说到这里呢 我还是要推荐大家一下 一反正一字 当你的血管还没有通透 各位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跟叶教授认识多年了 如果你还会挂一个像我这种状况 你的血管比较不会堵塞 但是今天已经堵住了 那怎么办 我今天告诉你们 比较堵塞 我们从这里啊 医学上做过这样的研究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的血管 二十岁以前大概是这个样子 三十岁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 四十五十六十 你看今天来讲 很多人就跟你的生活主持有关系 如果你 你看现在在中国大陆的 应酬很多 凡事都淹酒淹酒 这种速度会加快 所以为什么高管高危呢 有一个医院的院长跟我讲 他说 老兄 老兄 喝酒三缸难到我不知道吗 一夜的院长又出医学了 怎么不知道 酒精三缸怎么知道 他说 你不晓得 如果不去喝两杯厨房 我不搭业子 大家听得懂什么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叫做来在江湖 也就要了解 自两年来慢慢好一点 全职也要很糟 还严重 那我们台湾过去也是一样 凡是生意常活的人 大家不应酬就不要做生意 那现在慢慢我们台湾好 我想大陆呢 也就是个过程 现在他们都开始改变 因为我常跑大 慢慢讲已经开始了 第一 上餐桌的东西 多数少回 而且你们看到 大陆到处都是土菜馆 现在要请吃饭 不是高胆成名 还有一个 今天对方的领导人叫什么 大名 习近平 习主席 我说功德无量 不是反贪腐 是救他们那些高官 你看他们开始不大吃辣 不能预从 这个其实是为他们健康好 算平准备 如果再那样子下去 是很难做的 所以高管会高管 高管会高 那我讲了一半天 各位来到治理的时候 你一定凶歪了 请大家注意 当你凶歪的时候 你大概就在这个范畴 你的血管已经在这个范畴 到百分之七十的时候 你不达之将是有生命危险 那说到这里 这本书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 教理多活三十年 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家 得主莫拉德博士 他结合了两位的美国的药学方面的科学家 他们花了二十几年的功夫 研究什么 各位 研究一个东西叫做 一氧化蛋 讲到一氧化蛋有小故事 各位你们知道 诺贝尔玉学家 诺贝尔是个什么人 我都在问分化 这种很简单的产品 诺贝尔是什么人 是科学家 他最大的发明是什么 是什么 诺贝尔是炸药 所以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发了很多钱 所以把这些赚来的钱 其实科学家没有追求 没有追求 他是研究科学人 那人家用他的专利 去发动战争 拿来打仗 他们要当炸弹 那是应该回事 但是在建筑方面 诺贝尔很重要 那么医学上也用了他的专利 用了他的消化蛋有 在一百多年前就用了 各位星天来讲还在用 医院里面 凡是你有心等的人 大言则上跟你做一个喊 舌下片 就你胸闷的时候 你胸痛的时候 你又赶快口袋你掏出来 喊一一一在 在头下 其实耐力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消化感 在一百多年前就用到今天 还在用 其实就是用照片 各位 当时洛贝尔本身有心脚痛的问题 医生就叫他说 你要含一力这个东西 你们知道洛贝尔含了没有 因为炸药是他发明的 这个基础他很清楚 他说怎么可以把炸药含在嘴巴里 他记住 当然他死于心本 如果他一含一含 或者他多活两年 对吧 就这样子 那这一个东西 我要告诉各位的时候 虽然西医 我要随便告诉你们 不是西医什么基里 都搞得很清楚的 好不好 你们不要相信说 我西医什么理论都讲清楚 告诉各位 你们随便去发 是不是很多疾病都病因不祥 有没有 翻翻资料看吗 病因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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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DENT 我就告诉各位 唯�애囝 把消化干肉含在舌头上 为什么可以舒缓心脚痛 告诉各位 �er肯劣不祥 肢里不祥 指为不祥已自然用得 多加进一百年 所以我们自然有许有些 时候他说我们不刻意 比方说我们轻微虾 iterations 反过来 有些东西也可以肢里咬 为什么肢里不祥呢 胆管就那么吸 這是一個廢物,先不講石頭好了,這些廢物怎麼出的呢? 記憶不下,那有代研究完了事實嘛,最起碼我消化乾又含在舌頭上, 整個心就舒緩了,血就流過去了,就可以救急啊,這事實啊, 事實比道理重要吧,是救命重要還是理論重要? 我再說一遍,科學的態度就是尊重事實, 當你不能解釋的時候,你還是要相信事實, 各位,地心引力,萬有引力,是劉頓發明的嗎? 是劉頓發明的嗎? 發洩,而且把那個激勵夾進去,但是劉頓沒有發洩他之前, 請問各位,萬有引力存在嗎? 本來就存在,所以各位,最後的科學態度叫做什麼? 科學態度叫做尊重,善用以知,尊重未知, 所以我這裡要呼籲各位,談到清理財經當然, 我們的部分,不說過人的講話,有真的有很多的東西值得研究, 但是各位都是個見證人,大家也都做過,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經理不想可以這麼說,其實經理已經很清楚很多了, 還有很多還在研究,我們就繼續研究下去,講理半天, 什麼道理呢?告訴各位,我們這三高清裡面就去看, 以莫拉德博士他們的研究,是告訴我們, 人在二十五三十歲的時候,身體裡面,身體裡面就是血管內壁, 就會分一種叫做,以氧化氮的合成門,酵素。 我以前跟你們談酵素的時候,跟你們分享過,生命的現象,說穿了, 也可以這麼表達,是一連串的酵素的生理吹化反應, 每一個人每一秒鐘,最少有三百萬次到六百萬次不等的酵素連鎖反應。 因此科學家下一個定義,沒有酵素,就沒有生命。 好吧,這幾話幾年,這個不會說錯的,當然也不會跟羅伯倫理學家。 這個早就是大家知道的。 那麼,各位,我們身體裡面有多少種酵素, 科學家也搞得不太清楚,有的人來說有六千多種, 最近更有一些學者說超過一萬種,管它有多少種, 就是剛才這句話。還有要順便給各位提醒一下, 在酵素前書,美國首席的稱為酵素之父的, 愛德華豪威爾,醫師有那麼一句定義。 叫做生命的成本,生命的成本,跟什麼有關係。 我們酵素,我們酵素消耗的樹粒,我們酵素消耗的樹粒, 我們酵素消耗的樹粒,跟各位的壽命成本比。 酵素消耗也多,壽命就也短。 所以拜託大家多吃生鮮的蔬菜水果, 但是是在中午,請大家要吃壽的時候, 多吃生壽片,煮熟的肉也就少吃。 因為也是煮熟的肉類,消耗各位的酵素潛能就也多。 而且年紀也大的人,酵素潛能消耗就也多。 而且酵素潛能存在就也少。 然壽生當中,有多少的酵素潛能是有個病數的。 早早消耗完畢,早早就到西天不到。 所以多吃生鮮的蔬菜水果,像我們李老師, 你那邊有那麽多的好的鳳梨,對不對? 就好好的自己做發酵。 本身發酵過以後的樹粒,會比不發酵過的酵素的 樹粒會提高若干若干。 這就是發酵食品的好處。 好嗎?好,順便講的。 所以各位,在這個裏面,我們身體的內壁細胞, 在正常的條件下,會分泌。什麼? 分泌。營養化的。 各位,我們的血管內壁細胞,請問各位,有多大的面積? 那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在於說,它必須穿梅之進,了解了吧? 沒有無垢,它的細胞上面沒有無垢, 它的活性,它的蜂蜜才會是正常。 無垢圖也多,它的東西就蜂蜜不出來, 它就怎麼樣?它就合成不了, 它叫營養化氮,這什麼叫營養? 所以營養化氮的慢慢的減少, 為什麼從25到30歲之間呢,就開始減少呢? 是因為按照莫拉德博士他們的研究, 人其實從20歲開始,當然指的是西方人的研究了, 西方人吃肉吃得多,其實血管內壁就開始幾乎夠了。 來,要順便告訴各位,假設你從20歲的時候, 你就懂得掛個磁寶,我就肯定你, 那個污垢堆積的機會就相對減少。 但是各位現在20歲嗎? 李教授,現在掛磁寶還來得及嗎? 任何開始都不晚,記住這句話。 那以前堆積起來的,掛磁寶會不會消除? 告訴各位,M收的大概消除,大概。 但是你怕起來呢,以後最起碼不會再堆積。 堆積的機會就比別人相對少。 那過去已經堆積的這些血管內壁的這些叫做什麼? 這些污垢好了,其實是什麼? 就是被氧化的低密度的子彈。 所以大家都說,擋固穿有什麼?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那低密度擋固穿, 我們現在訴稱什麼? I'm sorry,我在這裡要很鄭重的給大家澄清一下。 不要把過錯推的低密度擋固穿。 所以你看我們吃雞蛋,我今天經常, 因為我經常在外面跑。 我一上餐桌,我就覺得爆甜甜。 太多的人吃雞蛋,拿雞蛋呢? 把蛋白吃掉,蛋黃就留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蛋黃裡面有高量的低密度擋固穿。 我們現在不管是很多醫生, 很多健康的人說,那是壞的擋固穿。 才奇怪呢,壞的擋固穿怎麼會付出個小支出來? 但是三地怎麼會做這種壞事呢? 要給大家強調, 但是低密的擋固穿, 比較會受到亞自由基的攻擊。 也就是說,容易氧化。 被氧化的擋固穿, 才叫做壞的擋固穿。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清楚。 所以今天為什麼很多的保健師民說, 看氧化,看氧化,也有些道理。 那麼你如果說,能夠疲累, 不會異常的氧化, 身體裡就會不產生大量的油基。 來告訴各位, 為什麼葉教授他們這個詞法, 你平常掛的其實有好處。 你身體裡面, 就不會不斷斷地產生過多的什麼? 亞自由基。 那你就不會去攻擊低密度擋固穿。 不攻擊低密度擋固穿, 低密度擋固穿非常重要的各位。 我們哪裡的性腺荷爾蒙, 大部分是靠低密度擋固穿, 轉化成處,過去的。 它很重要, 只是裡面有好好善用它。 這裡特別澄清了, 那麼這裡請你們注意看, 如果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不小心, 我們真的就會有麻煩。 來,這裡給你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消化甘油, 叫消激甘油消化甘油, 會有這個作用呢? 莫拉德佛斯他們的研究, 就發現這個叫做非門生性, 就是從外面吃進來, 西方人的藥學總是用 取代式的方式研究問題。 東方的醫學總是從內液的問題來改善, 這個有差別。 說到這裡呢, 莫拉德佛斯他們的研究, 只是澄清了我們中醫, 說外因通過內液的作用, 還有我們為什麼要靠自己, 就是這個道理, 來看清楚。 我們莫拉德佛斯他們的研究, 才發現說, 原來消化甘油, 包括這消脯也等等的自吸, 消刷鹽, 這樣有消的東西, 到了身體裡面, 到了冠狀, 我們從舌下線吸收以後, 它會示範, 它本身就能示範一樣包蛋, 舒緩了平滑肌, 舒通的血管, 是這個作用。 最重要的各位是什麼? 什麼叫內液性的? 就叫做門身性。 各位, 要靠什麼? 啊? 到麥的什麼? 最好的通血管的藥廠, 不是灰润藥廠, 不是同能堂, 是自5000平方公尺的血管內壁細胞。 血管內壁細胞, 在沒有任何污垢的條件下, 各位, 五千平方米的藥廠製造的那個量, 足以通透的足以血管。 所以, 十萬公里長的血管是要靠它, 而不是靠藥廠, 記住這句話。 你把血管擴張了, 血流過去, 請問, 請問, 十萬公里長, 還是Google對壹對? 是不是這樣呢? 血管的品質, 血液的品質, 是不是依然是暗默的? 依然是豐足? 各位要曉得, 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這個是很複雜的自己, 我就審閱了, 好嗎? 來,各位, 一氧化大門, 我們身體血管內, 必須要產生一氧化大門, 巧度, 那為什麼? 有了這樣的門, 還必須要有原料, 這些原料從哪裡呢? 那麼穆拉夫的博士他們就發現, 其實從很多的食物當中, 可以獲得佐賢精胺酸, 佐賢精胺酸在各種食物裡面, 最強調的是什麼呢? 五穀類, 鼠類, 鼠類, 包括番薯, 番薯, 馬鈴薯之類的, 菇菌類, 海藻類, 堅果類, 我要跟你們最大的強調是, 尤其是黑芝麻, 多吃黑芝麻, 還有一個核桃, 但是堅果類含油脂比較高, 各位, 你們可能到了大陸, 很多人在裏流傳有, 核桃與核桃之間不是有一層磨, 有一層磨嗎? 那一層磨是良藥, 因為裡面大量的佐賢精胺酸, 所以拿來泡茶盒, 來, 再告訴各位, 這些東西還要通過另外一個東西, 這裡面有寫的, 看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叫做, 瓜胺酸的部分, 看這邊, 瓜胺酸, 所以前面恰好, 我看到一篇報紙, 我們就解下來, 好像是聯合報紙, 小小的一條報紙, 就是說, 現在有人, 有科學家, 研究人家發現, 西瓜皮可以通學管,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 原來我一看原來說, 西瓜皮裡面含有高量的瓜胺酸, 有沒有看到, 可以, 瓜胺酸, 青胺酸要通過氧, 氧氣, 氧化以後產生瓜胺酸, 也就是說, 你多吃一些瓜胺酸, 其實到最後, 在身體的激磚裡面, 你就會產生氧化蛋, 這個是食鹽性的, 沒有任何副作用, 因此各位, 西瓜皮, 那層綠色的, 那一層白色的, 請你們有兩個作用, 我今天要順便講了, 我剛才講那個研究, 不是我研究的, 我看報紙看到了, 所以呢, 我以前只是給大家鼓勵, 你家買的西瓜, 把果肉吃掉, 果皮不要亂丟掉, 在過去的中醫概念裡面, 西瓜皮是什麼, 是最好的白斧湯, 你知道嗎, 什麼叫白斧湯, 氣濕氣了, 聖濕了, 力量了, 中醫不講力量, 中醫講聖濕, 易聖, 怎麼吃, 我順便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家的西瓜皮, 以後買來呢, 果肉呢, 就送給人家, 你自己吃, 西瓜皮自己吃, 然後呢, 跟你一起談談條件, 你家家買買的西瓜, 把西瓜皮送給我, 果肉你家留下來吃, 這個生意可以做, 那西瓜皮拿回來怎麼辦呢, 你用果汁機炸汁, 現在不是有沒有果汁機, 一炸, 炸龜,炸直龜汁嗎, 你每次大概三百星星左右, 你放幾粒紅棗, 小火一燉, 煮一煮, 紅棗連湯一起吃, 下午三點到五點這麼吃, 你幫助你的聖濕, 現在我不知道原來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還有一個通緒管理, 因為為什麼, 它會協助我們身體裡面, 產生類延性的, 門生性的, 營養化大會有副作用, 我們吃消化乾油的營養化大, 西藥的營養化大, 西藥一定是有副作用, 就好像說, 我們的胰腺是好好的, 我們胰腺裡面分泌的, 離島處不會有副作用, 但是你口吃進來的, 一定有副作用, 大家了解了吧, 差別在這裡, 來,各位, 已經血管內壁堆積了, 該怎麼辦? 又有法法,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什麼? 自然, 這就是這樣, 你要去觀察大自然, 你就懂得很多基, 好嗎? 你就懂得很多基, 養過腸的那隻熊魚, 來,請問各位, 你養腸, 腸, 吐司做一個捷, 當它做一個捷的時候, 它化為養, 將來它要出來, 繁殖下一代的時候, 請問它怎麼出來的? 咬一個洞嗎? 怎麼出來的? 它會咬一個洞嗎? 它咬一個洞嗎? 好厲害喔? 你觀察過嗎? 你觀察過它咬一個洞嗎? 或者是咬一個洞嗎? 它怎麼破的? 你看看它這個痕跡是咬破的嗎? 還有一個你可以做個實驗, 不要說那個鵝對咬, 你拿一個蠶絲, 你咬一咬看, 你咬得破嗎? 保證你咬會破, 蠶絲非常堅能的蛋白質, 纖維蛋白質, 其實它是從肚子裡面 吐出一種消瘦, 把它融的一個洞, 是融結那個洞, 而且還要注意喔, 今天講的重點在這裡, 講了一半的重點在這裡, 它是融的一個洞出來, 融的一個洞出來,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般人看看就說, 滿國的研究者就發現說, 既然是如此, 它一定有道理的, 結果才發現其實是 腸肚子裡面有一種共生菌, 這種共生菌分泌一種酵素, 跟腸自己的酵素兩個合起來, 就變成強烈的腸絲蛋白分解紋, 所以它可以把它融一個洞出來, 各位研究人員就這麼推想, 既然可以把腸絲都融一個洞, 那麼我們血管內壁的這些污垢, 這些單塊, 請問它是什麼? 是什麼? 我們血管軸鑽硬化了, 我們洞在斑塊了, 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是被氧化了的子蛋白, 講你一半天還是蛋白, 因此, 因此, 這樣的東西就可以把血管內壁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慢慢慢慢地融解, 消解, 科學家不講成融解, 葛他一個名字叫做消子, 消退的消, 就是慢慢慢慢地就把它融解, 各位, 最有一點, 我用個不恰當的比例, 各位, 你的抽油煙機用久了, 是不是有很多油垢? 連連呼呼的,有沒有? 其實那些都是氧化了的, 氧化了的什麼油垢, 你查得掉嗎各位? 你用水洗得掉嗎? 焚灶都洗不掉對不對? 要用什麼? 要用很強力的那些活性, 那些就是酵素類的東西, 以前可能把它清掉, 各位,你能夠把那個東西拿來清水管嗎? 你會種植一個地方, 那不可能, 各位, 禪師蛋白們就有這個效果, 就可以看到嗎? 能夠有效地清除動力吧? 這是美國的研究能力研究, 好了, 那印證於臨船上, 是不是有道理呢? 有, 那麼我們今天就記住了這個東西, 我們就加了什麼? 加了辣豆吃麥, 加了丹森, 加了紅景天, 把它搭配起來, 我給你們解釋一下, 這個呢, 直接可以把動脈搬配弄掉, 辣豆呢? 辣豆吃麥, 大家都知道, 現在其實用的已經很管化, 可以抑制血栓的形成, 血栓不形成, 結果堵住血管, 心本腦本發生的機率就會降低, 再有一個單身可以活血的化音, 最重要的紅景天, 紅景天有抗缺氧的作用, 最重要是, 繁殖血管內壁發炎, 各位, 血管內壁發炎是, 所有慢性病, 心毛根根本的獲因之一, 各位, 血管內壁發炎, 如果我們像這種濕管, 你這樣會代替, 是酸酮球, 鮮一頭, 所以從內壁的生化性, 這個叫做生命化學的作用, 這個是生命能量的作用, 兩個夾在一起, 會死半公分, 好了, 這裡我就講了, 酵素, 日ân鏡, 剛才我講, 多了, 酵素的東西, 剛才有講過跳過去, 还有一个 在这个里面 松木多糖值得给大家提 松木多糖是一种善水纤维 它可以调与免疫 最重要要请大家注意 今天的慢性病的人 或多或少都跟排便不错有关系 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软便 而不要吃药物 软便的东西很多 黑白木我都可以 膳食纤维可以 然后还有什么 请大家多多吃地瓜叶 这些都是让你软便的东西 还有一个有的人已经食量很小 松木多糖 还有说瓜糖 瓜糖现在很便宜 到处都买得到 都可以有两种作用 一个就是辅助肠道里的益生菌 大量的生长 好劲多了 坏劲少了 我们少生很多病 乌门 乌门是减少什么 跳过去 灵芝 灵芝甲太多了 大家都很清楚 还有黑木耳门 还有黑木耳 在我们经验里面 灵芝加黑木耳 你就是可以活血化 对于刚才讲的五高 高血压 高胆过船 高血脂 高料刷 都有缓解作用 最起码的一个作用 大幅降低了什么 血的粘度 血粘度降低是最关键 有一位出嫁师到我那边去 我就给他这个建议 你看当时都很简单 当时我们还没那么多东西呢 就给他吃什么呢 吃干净酵素 把茶到清空 每个礼拜清一次茶 就好像大茶水药医师一样 每个礼拜清一次茶 然后呢 吃灵芝的黑木耳门 他不吃三个月 他就改善很多 我认为是在阶子就能发泄的 你